下面也是一位同学问的 就是关于南淮景大师 南淮景老师 因为老先生是在9月29号先贺的 就是今年的9月29号是享年95岁 那么这位同学问道 您作为一名藏传佛教的弘法者 您如何看待国学大师 南淮景老先生的弘法事业 其实我对南淮景先生的整个 他的诗如道 就是国文化的这样的一种 结合的方式来弘扬 是非常随喜和尊重的 以前我很想拜见他 好几次的机会就没有了 因为我看到他的很多的书里面 他确实是对古今中外的 很多的理论也好 很多的道理相当明白 而且他自己大概在90多岁的时候 还不断地摄受弟子传教 尤其是他讲到了国文化的传统 各方面的一些理论和实修的时候 非常进行 这样的大师在如今我们很多地方 也非常罕见的 所以说虽然他已经离开了这个世间 但是他留下来的一些非常珍贵的作品 还注意时间 当然有个别的人 对他老人家的一些弘法事业也好 或者说他的一些间接间谛的话 有不同的看法 这一点也是正常现象 自古以来 不管是任何一个大德 智者 或者说是一些理论学家 只要他会出风土的时候 别人会有议论分分 这也是一种自然现象 当然我也并不是看所有的书 我只是看了极个别的一些书 包括他对《金刚经》讲什么 从这一本书当中的话 其实很多的年轻人刚开始 当时宗教刚刚开放的时候 依靠这本书 很多人都是引入佛门等等 所以那天他实现圆寂的时候 也是我在校的范围当中 大家共同祈祷 共同念经 也有这样的意识 谢谢大家